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97集收图 王府 密切关注此案的王思慕 通过自己经营的渠道 打听到了今日发生在朝堂的激烈争锋 以及武门的那首讽刺诗 我就知道 许会员才华无双 怎么可能可举舞弊 这件事 他堂兄许宁艳更是厉害 从中斡旋 就能让曹国公和豫王为许会员说话 让朝堂勋贵为他们说话 这份人脉关系 不同寻常 最让我惊喜的是 魏渊没有出手 至始至终 他都袖手旁观 如此一来 徐会员就不会被打上 阉挡的烙印 这对他来说 是影响深远的好事 当然 对我来说也是好事 王小姐 王小姐嫣然一笑 丫鬟兰儿在旁假装很认真的听 其实是满脑子雾水 兰儿 你再去许府 替我约许会员 不 这样会显得不够矜持 显得我在邀功 王小姐摇头 打消了念头 心想着 这个时候 沉默反而能凸显我的气度和格局 如果迫不及待地前去邀功 反而会让许家那位竹母小去吧 聪明人之间 不需要把事做得太明显 心照不宣便好 四天剑 杨千焕经过七楼炼丹房时 听见里头的师弟们在讨论早朝发生的事 他原本对这些朝堂知识不屑遗骨 懒得去听 但听见许宁业三个字 杨千焕脚步停下来 本能告诉他 或许又是一个知识点增加的机会 许公子那首诗 简直大快人心 我觉得堪称千古第一封刺诗 瞧你说的 过于夸张 不过也确实很爽 尤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堵在武门里 这么来依据 诗 什么诗 杨千焕无声无息地靠近 沉声问道 你们在说什么 白衣炼金术士们吓了一跳 盯着他的后脑勺抱怨道 杨师兄 你每次读这般吓死人了 杨千焕不理追问 许宁业又做了什么事 一个人在武门挡住文武百官 何为千古第一嘲讽师 白衣炼金术士便将今日之事 说给杨千焕听 杨千焕如遭雷击 他脑海里浮现一幅画面 散嘲后 文武百官缓缓地走出武门 这时候突然看见一个背对众生的白衣身影站在那里挡住了群臣的道路 主公们大怒 呵斥白衣树士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当窝等去路 白衣树士对满天的叫骂置之不理 突然发出抗肠的吟诵 耳草身与名俱灭 不菲江河万古流 文武百官呆若目击当场震惊 想到这里杨千焕感觉身躯如同电流游走 竟不受控制的战力 脊皮疙瘩从脖颈手臂凸显 为什么 为什么许宁念总是能做出一桩桩 一件件令人艳羡的事 云州独挡四百叛军 万众瞩目之下与佛门斗法 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 下一次朝会是何时 我 我也要去武门 必须要去 吴后 教方司 许清安和福湘对坐饮茶 谭小剑 将今日朝堂之事告诉福湘 并附带了许新年做的爱国师 以及自己在武门的那半句诗 福湘是爱诗之人听的心精神谣 尤其对许清安独挡百官的事迹 充满了崇拜 妙目盈盈似要滴出水来 拜托你一件事 把今日朝堂之事传播出去 说吧 许清安提出自己的要求 教方司是传播信息速度最快 最便捷的中转站 那 许郎打算给人家什么报仇啊 福湘当然不会拒绝 秋水明眸直勾勾的望着许清安 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福湘对许清安的思念充满了水分 半个时辰后 许清安又去见了明艳 小雅等几位相熟的花魁 请求他们在打茶围时 散播今日朝堂发生的事 然后呢骑着小木马回府 科举舞弊案对许清年来说 是一场名誉上的致命打击 尤其经过有心的传播 京城市邻 坊间都知道许清年是靠作弊考取的会员 这个印象会在后续的时间里慢慢的沉淀 一旦形成烙印 即使将来朝廷为许清年证明了清白 一时间也很难扭转形象 而且科举舞弊案还没结束 再过五日便是电视 许清安得防备孙尚书等人孤注一掷 在电视前夕搞事 比如煽动国子健学生闹事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把舆论扭转过来 那么国子健的学生便出师无名 难成大事 当所有人都知道许清年被冤枉的 你即使假装视而不见 也得不到大众的认可和支持 古人不管是打战还是谋使 都很注重师出有名 豫王那里的人情是用掉了 也不亏 幸好豫王早已无心争名夺利 否则未必会替我出头 曹国公那边我许诺的利益还没给 以公爵和镇北王副将的势力 我出尔反尔 必遭反噬 镇北王大概率不知道此事 是副将和曹国公的谋划 不过我只是个小银罗 即使镇北王知道了 也不会怪罪副将 而且佛门的金刚不败 即使是高品武者也会动心 毕竟能增强防御 修到高深境界 甚至会让战力迎来一个突破 他没道理不动心 所以该许诺的利益还是得给 但是我可以把九阴真经倒着写 黄昏后 徐家的餐桌上笼罩着喜悦的气氛 婶婶是一边热情的给许新年加菜 一边给许七安加菜 仿佛两个都是他亲儿子 虽然这种态度不会长久 在今后某次被侄儿气的嗷儿叫的时候 婶婶又会记起当年的旧恨 然后关系恢复原样 但是此刻婶婶的感激是24K纯金般的真挚 许灵月对这样的家庭氛围很喜欢 愈发的崇拜起大哥 灵动的美眸一直挂在许七安身上 那个我有件思想搜 丽娜咽下食物 以一种罕见的严肃态度 看向许七安和许二叔 什么事 许七安边吃饭边问道 许二叔则端起酒杯 饮一口酒 用余光看向南疆的小黑皮 丽娜小脸严肃看了一下许灵音 我想搜离一围图 什么 许七安喷饭 许二叔喷酒 一家人猝不及防 许七年一脸嫌弃的抖掉身上的范丽 离大哥远了点 而后看向丽娜 说说你的理由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